各位好 製作這條影片是2022年4月10日 星期日 塔蕭暖男星座暈世 如果是舊舊舊粉絲 以前就 月月看得很開心 但因為事忙 本人小弟 真是超級忙 因為準備星運其實要很多 他又沒有準備預言那麼多時間 但如果我每月這樣做 其實都是很責任的 所以就愧為已久 總之一些因緣際會下 準備了農曆三月的星座運程 為何要講農曆三月呢? 為何要講農曆呢? 讓一些新的粉絲去聽聽 其實呢 我們正在看一些星星的規則 我們就不應該被人類的歷法 即是calendar month去影響 所以其實坊間呢 例如會經常跟你說 January 是不是February March的星座運程 其實這件事是錯的 因為星星有自己的詭疾 我們呢 如果是尖精來講呢 如果我要跟你講一些每月的星座運程 我就應該要根據月亮的那個運行 其實就是要講農曆 初一十五的 初一有新月 亂換 我們經常都聽說 越有陰情緣缺 越形則規 初一十五不一樣 原來這些東西呢 不是說只是中國人的說話 是一個普遍的天文學現象來的 OK 初一十 即是初一新月 你是見不到月亮的 然後十五就滿月 最出名當然有中秋的八月十五 但是 喂 其實不是只有八月十五才滿月的 是每一個農曆的十四十五十六度 那個天上的月亮都非常之 又圓又亮又大的 所以在西洋占星來說 我們就應該看回每一次的那個新月 即是日月相合 啊 究竟在這個新月的時候 那 即是當 太陽和月亮走去同一個公位 他們兩個黏在一起 那這一刻爆發的那個能量 會對我們 即是地球上的人類 有什麼影響呢 例如就算說中式 中式永遠都是 啊 轉那個新肖的年份 就會跟你說 你接下來 苦年怎樣 是不是啊 去年牛年怎樣 不會跟你說 啊 2022的那個中式新肖運勢 因為2022這些是人類的歷法 或者你經常聽到一些中式師傅說 立春節氣 立春那個八字 去講整年的那個發展 是不是 所以其實就不能夠 太方便去講 Calendar Month 但是 今年好巧 每一個農曆的月份呢 就跟每一個西曆的Calendar Month 差不多就 就是黏得好 我拿April為例 The 1st of April 即是預言節 剛巧就是農曆的三月初一 即是發生新月 那一下 初一新月那一下 所以為了方便呢 我不如就索性講April會怎樣 加上少少May的發展 即是一些 一些Pattern 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接下來 就是為了要去釐清那個概念 我就會經常講April、May、April、May 因為免得大家去搞亂一些農曆 OK 那說回英文名就最好了 另外 另外 那其實講這些能量 是會 applicable到什麼時候的呢 是不是只是 每一個農曆的那個月份呢 即是in this case 其實是不是只是forApril的呢 其實就不是的 我以前經常都教大家 每一個新月 原來它是有四個階段之分的 那那個能量最大呢 就是由初一到十五 in this case 就是the 1st of April 一路去到四月中 即是the 15th of April 即是mid month ok 然後呢 那個能量都可以再去到一個月之內 即是去到四月三十號 April三十號 但是再長一點 這個東西可以長達半年之久 即是都去到整個October 然後 但是 每一次新月那個能量 正正式式結束 整個課題結束 是可以去到一年之久的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是要 即是為什麼可以分成這樣的階段呢 以及為什麼可以去到一年那麼長呢 就是因為 因為每一次的新月呢 是牽涉了兩個luminaries 兩個發光體 日和月 即是根據以前占星學 占星學 因為當然我們來到現代 我們知道月亮不是發光 它會發光 但是古人不知道 古人就會覺得 原來月亮它是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能量 那當每一次日月相合 就等於兩個超人走在一起 所以它們 作出的那個影響 是可以 就是這麼大 真正正式式是長第一年的 OK 但是呢 其實半個月 是一個植物 開始出花花 一個月它開始成熟 半年開始結果 一年就正式這個花花要枯毀了 所以那些能量的影響是會遞減的 所以通常最容易見到這些事情的發生 就是由初一去到十五的時候 或者之後在一個月之內你都會見到的 但是那些之後的東西就會不斷偏弱了 OK 好 我先講一講這裏 即是今次這個新月圖 那個general的pattern 首先麻煩大家 看一看 踏 踏十一左右的位置 那裏有水平座 然後呢 金火土三星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說呢 由 April the first of April 開始 就是 一些不同的階段 我剛才都解釋了 那就會 社會上面 還有 在任何社會 不只是說香港 因為這個 尖星圖是 全世界的 OK 所以在這個 人類的地球裡面 會發生一些大型性醜聞 是 大型的性醜聞 並不是大型性的醜聞 OK 所以就可能會 容易發生一些 即是可能一些 群交 即是 什麼性愛派對 一些輪姦 這樣的事件 是會 即是曝光 讓大家去 知道了 是的 即是可能會上新聞頭條 這樣 那我講這件事給大家聽 不是為了大家可以去吃花生 而是去提醒一些 比較容易受害的群體 例如女性 喂 如果你接下來是 即是有機會參加一些大型活動 你麻煩要大眼吃人 即是首先這些大型活動 即是這些活動 是不是你家人 是不是信得過的 或者你真的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還是一些新的 不知道哪裡的一些 豬瓶狗狗呢 如果是的話 你不要嘗試他們 OK If in doubt 不要去 因為這些 麻煩 有這些 一大班人的地方 就容易發生 我剛剛講的那些 即是在性方面 一些不好的事情 一些風月 吐息的一些意外 會出來了 但是當然 如果我要放諸香港社會的話 其實現在我們 都有一些限聚令 一些這樣的規條 大家當然是要奉公手法 但是 I mean on top of this 即是 all the more reason 你更加有多一些 有力的原因 是不可以參加一些 即是不三不四 那些群眾聚集 OK 好 還有大家看一看這個 新月圖 如果大家有 建開一些星圖的話 你會看到它中間 很多瘦花線 但現在這幅圖 是不是非常之清晰呢 中間沒有一些線連起來呢 那你可能會以為 我是不是出錯了 其實我當初 我當初去展示這幅圖 我都以為出錯了 我以為是不是有些設定 搞到它們中間 沒有了那些線 我們叫做aspects OK 叫做一些上位 或者角度 即是一些 遠方不同的星星 的一些聯繫 但是我去檢查 咦 原來在不同星座的 那些小星 那些小星 它們的確 是沒有一些遠方的聯繫 即是它們沒有 越洋去打長途電話 OK 那我們千星學 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no aspect no action 雖然呢 但其實說真的 它們就不是完全沒有 即是一些星與星之間 不是說完全沒有交流 其實在每一個星座裡面 那些星呢 它們就黏在一起 即是說呢 即是說呢 今個新月圖 今次這個新月圖裡面 那些星星呢 它們就自己埋堆玩 OK 例如剛剛說水平座 但是這些不同的小星星門 小行星門 planet 就只是去回每一個 Zodiac sign 星座裡面 在那裡埋堆 但是它們就沒有打長途電話給對方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OK 就是說 我們人呢 只會經常埋堆 去聽一些奉承 一些舒服的意見 就沒有一些交流 或者沒有一些逆耳的忠言 OK 即是我們會 好東西 很多時候的想法會一面倒 一面倒 會比較stubborn OK 那還有 因為呢 其實現在 現在珠星都是順行中的 沒有retrograde 在那裡發生的 我們經常聽什麼水星逆行 是不是 如果全部東西都順風順水 聽起來好像很開心 是不是 但是如果全部東西 你都是根據自己的意志去順行 你沒有了一些節制 沒有了反省反思的時間 因為其實逆行呢 有時候我們很怕水星逆行 但是原來逆行都有一些好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說 它給你時間 你去slow down 去慢慢去審視自己的行動 但是因為現在珠星順行 還要珠星是 全部在那裡自己 唯威唯埋 埋堆 沒有了其他別人 從旁給你的反面意見 那所以呢 糟了 我們 這段時間裡 做事會容易比較 醒來的 Wyoming 會比較火OME 的 OK 何況如此 還有 現在是日月三百再加上 白羊了 再加上 själv盒了 水白羊 我之前我有提到 correl Trip 像是Phil Smith和Chris Rock的事件那一陣子 大家可以去看我舊的帖子 所以這個水白羊本身是一種衝動思想的能量 再加上這個日月雙盒去放大它 全部東西加起來每次是怎樣呢? 爆血管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在這個新月之前 很多的能量都是在雙魚座 現在木海也是在雙魚座 早期太陽也是在雙魚座 那時候的雙魚座能量是非常之強 雙魚座是一些很融融懶懶 很舒服、很慢、很靜一點的能量 但是現在一下子全部東西衝去白羊座 日月雙合白羊,還合了這個水星 一下子衝太快,其實就像冬天 你無緣無故去做一個很快很厲害的大洋運動 然後還衝熱水涼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爆血管 會爆血管的 特別是那些老人家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什麼 很多那些養生 post 經常都說 哎呀,冬天呢 你如果要洗澡 你由暖水慢慢衝向熱水 不要說立刻一泵泵進那個熱水池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些 所以這一種的身體狀況 OK 爆血管啊 心臟病啊 這些東西 原來就是這次的星象 對我們人類很容易造成的影響 不單是真的身體上 或者是我們行事上面 都會有這種 無端端衝突爆破的能量 所以大家最近會很火爆 而在我最近有一個post 都有人不斷在回應 就說 哎呀是有 最近真的有些人很火爆 說不知道自己去拜山那時候 的士司機又跟誰去吵架 去吵 大家這些事情最近需要小心 還有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再說多一點關於尖聲的東西 你看到現在 很多的星 都是在每一個星座的24度 或者之前的 OK 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星 都是在24度 或者之前 當然除了 例如你會看到明王星 都去到一個最後的位置 OK 但是我講大部分 都在24度之前 其實24度去到29度 尖聲學裡面 我們叫一個old stage 的一個星座 即是一個老人家的時候 那 那時候 那時候 如果那些星 在24度至29度 他們做事會比較慢 他們會做事是比較有一些睿智 有一些人生的wisdom 有一些經驗是可以給我們 但是 當 珠星大部分都在24度之前 即是在這個新月圖裡面 即是說 我們做事 太過有憧憬 那有時候 衝衝衝衝的話 你就 掛著衝鋒陷陣 你就很容易會震望 OK 好 我想說 by the way 現在 不是水星逆行 因為就算我出這個post 是4月10號 剛好在一個月之後 5月10號 就水星逆行 但是就算今天4月10號 都沒有到什麼水翼的陰影期 前陰影期 因為 5月10號是正式的水翼 但是 早點開始已經會有些能量 開始滲入 前陰影期 前陰影期 這個詞 我以前已經經常教大家 但是 就算今天4月10號 其實都不是 前陰影期 但是我想說 從我自己 和一些客人的 feedback 已經不斷感受到 水翼的那個力量 甚至 真的無從解釋 我前幾天有個post 出過的 我想4月8號的post 大家可以去我各大平台找回 IG Facebook YouTube Community 或者 MeWe 的group 都有出過這樣的post 然後大家的反應 又是很熱烈 然後又說 自己的什麼東西壞了 諸如此類 OK 例如我想說我自己 我自己有些什麼事情 我有一些電子儀器失靈 電腦無緣無故跳仔 然後有些東西 沒有儲存 然後我有一些無故很舊很舊的客人 找回我 都成三四年沒有找我 無故無故找回我 還有 我最近不斷發夢 很神奇 又不是真人見到 但是總之是發夢 發到很多學生時代 無論是小學 中學 high school 的年代 都經常發夢 見到很多舊同學 舊老師 還有大學 有一天我見到我大學 我第一季的房間 然後有一天我發夢 見到我中四 中二時候的中史老師 So weird 解釋不到 所以這些是一些很典型的水溢事件 但是 這些事件是中性 發夢見到誰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它是一些負面的意外 就是壞零件 有脫漏 忘記帶鎖匙 交通寄室 這些事情大家要做好準備 哎呀 我早幾天也是 我坐車的時候 就落遲了一個站 之後就在那裡繞到大龍鳳 也是這些事情需要注意的 然後還有 在April 13號 就會有木海峽 其實這個木星海星峽雙魚座 我早在2022預言 一年五輯那個預言 我想好像是part 2 應該是part 2 of 5 是大書 特書過這個 木海峽的美麗之處 木海峽 就是都 年年會發生的 年年會發生 但是 要同時發生在雙魚座 這個是一個 經濟創舉 因為下次再發生在雙魚座 已經是 2188年了 OK 今年是2022 即是你要等 166年之後 其實不是你要等 你已經死了 我們已經死了 OK 為什麼要特別說雙魚座呢 既然每一年都發生 雙魚座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 木星和海星 海王星 分別就是雙魚座 在古典占星和現代占星的主星 守護星 他們相合在雙魚座 代表 由4月13號開始 一段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很久的時間 就是藝術、創作、文學、建築 或者想去搞香水 或者你要做一些慈善的事業行為 或者你想去做電影業 或者舞台劇 或者作詞 即是文學 藝術 這些東西 是可以帶給大家非常多的Good luck 甚至是賺大錢 就算你們現在開始學這些東西 都會完全托闊了你人生的視野 相信在4月13號開始的很多年打喉 會有很多不同的藝術、文學的結作 結作是面世的 好 以上呢 全部就是一些 April、May或者一直打喉 很久的一些聲像影響 OK 但是 接下來 我會抽 抽一些星座 自己再去慢慢說 特別在April和May 有些什麼東西需要注意 之後會專門抽一些星座 特別去說 之後就在PART2到PART11 因為這個GENERAL的分析是PART1 OK 我會由2到11 OK 每個星座之後 自己慢慢去聽一下 有些什麼特別的提示給大家 好 那麼 多一會兒 在PART1 我坐在PART1 2